哈利路亚 正在兴起的小学部 愿他们更加能够兴起 把掌声送给他们 真的成为周末三日联休的时代 主角当中成为首领顶峰 能够就二三七国家五千种族 作为绝对望楼能够被主备 所以希望大家能为我们的小学部去做祷告 我们开始的话语 续布莱书十二章 续布莱书十一章三十八到十二章二节的话语 韩语圣经三百六十六页 我们一起来诵读 在旷野山林 山洞地雪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了美好的证据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我们具有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 禅类我们的罪 随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受了实在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阿们 哈利路亚 今天晚上的题目 叫做站在应许队列当中的人们 希伯来书11章38到12章2节 拥有应许的我和各位 本文的内容就是我和各位的本真 我们是站在应许队列当中的人 哈利路亚 首先 有一个民族 就是因为他站队站队了 所以得到了祝福 那哪个民族呢 就是犹太民族 全世界人口只占百分之零点几的程度 但是他们却完全掌控了整个欧洲 与整个世界 实际上 在美国重要的经济 或者说IT产业 文化 文化 所有的一切 其实全部都是 被犹太人所掌控 你们知道犹太人 以色列他们肉身的祖先是谁 知道吗 就是亚伯拉罕 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 神祝福了亚伯拉罕 但是 掌控掌控全世界肉身部分的就是以色列 百分之三十的程度 诺贝尔奖都是以色列人拿走了 就是这样的程度 他们得到了肉身的祝福 他们是错失了属灵的部分 虽然在肉身的部分 他们有了无数的成功 但是却带来了更多的属灵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 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中心位置上 而且实际上 亚伯拉罕的后孙 不仅有犹太人 通过加拉罕书当中 三章十四节的话语 我们来找一下 加拉罕书三章十四节的话语 加拉罕书三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在耶稣基督里面 亚伯拉罕的福怎么样呢 临到了我 因着耶稣基督 亚伯拉罕的福怎么样 临到了我 还有加拉罕书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加拉罕书三章十九节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就有一起来 诵读一下 三章二十九节 加拉罕书三章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哈利路亚 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用肉身来看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犹太人是这样的存在 结果我们是怎么样呢 属灵的存在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能够承受他产业的存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通过我和各位 神愿我们能够成为正人 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祝福 而且惊人的祝福 就是让我们能够救活这个时代 神已经许可给我和各位了 而且结果呢 在打造神的历史当中 神会使用我和各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各位 是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能够承受他产业的 你们相信这一点吗 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事实 所以拿着这个部分 我们看今天本文读到 十一章十二章的内容 时代流转 但是承受这些产业的人 神最终使用了他们 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显出来 是为了成为正人 救活时代的人 是为了打造神的历史 被神所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正因如此 那么我们又要持订的应许是什么呢 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又要持订的应许 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 我和各位要持订的应许 首先第一点就是基督的应许 神赐给我们的应许 是永远的应许 基督赐给我们的应许 是永远的应许 希伯拉罕九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圣经 希伯拉罕九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 所犯的罪过 便叫蒙昭之人得着 所允许永远的产业 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他是谁呢 他是基督 基督成为新约的中宝 他是因为前约之时 所犯的这个罪 做了赎罪的 前约犯的这个罪是谁呢 就是亚当所犯的罪 他作为前约之犯罪 为我们赎了 而且为了让蒙昭之人 得到所允许永远的产业 基督的产业 是永远的应许产业 各位因为罪而来的诅咒 灾殃 撒旦的命运 地狱的权势 你们是从当中 得释放的人 这些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再被这些所捆绑 诅咒 灾殃 撒旦 命运 地狱 权势 现在也在这世上 坐着工 某一天面临诅咒跟灾殃 撒旦让我们的命运 当中没有办法脱离出来 所以人们去算命 去占卜 去迷信 因为在撒旦崇拜 偶像当中 就是这样的问题 正因如此 所以人生就是在地狱的权势当中 地狱权势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没有去地狱 但是受着地狱的影响过着人生 但是在基督里面的我和各位呢 是已经从这里面 都释放的人 唯有必要被这个所压制 无论任何的诅咒跟灾殃 对于你们而言 不是诅咒灾殃 诅咒灾殃 对于不信者是诅咒跟灾殃 但是在基督里面 拥有永远允许的我和各位 诅咒灾殃 已经结束了 已经从撒旦的命运当中 得释放了 地狱的权势 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为什么呀 因为基督的允许 是永远的允许 不是只是当时的允许 而是在后来的世代当中 是永远的允许 这是基督的允许 所以各位已经是 得到完全的释放 愿你们相信这一点 任何一点都不能够 让你们成为奴仆 没有办法压制你们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 第二点 我们还有持人的允许是什么呢 在基督里面的人 第二点 在基督允许当中的 诅咒灾殃 撒旦命运 地狱背景 全是已经从当中都释放了 没有必要再去被压制 不仅从当中脱离出来了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享受 永远神国的祝福 拥有基督允许的人 作为神的儿女 永远享受神的祝福 正因如此 罗马书8章 15到17节的话语 不再受世上的灵 我们是蒙受神来的灵 我们不再是奴仆的灵 我们是蒙受父的灵 所以我们可以呼叫 阿爸父 17节的话语讲 因为父就是我的神 所以我们是蒙受神的继承 我们是蒙受神后寺的祝福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能够享受神永远的祝福 从地狱灾殃 诅咒 撒旦 全世当中 不仅是从这里面脱离出来 从当里面脱离出来的我们 能够享受永远的祝福 是神的儿女 赐给我们儿子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呼叫 阿爸父 而且天上一切地 赐给我们 让我们成为能够继承 这一切的后四 在17节的话语当中这么讲 所以在这基督里面的话 结果没有谁能够定我们的罪 也没有谁能够成为我们的仇敌 在基督里面的神的爱当中 没有人能够隔绝神的爱 罗马书8章31到39节 任何一点都没有办法定我们的罪 没有神能够成为我们的仇敌 在神的爱当中 没有神能够隔绝我们与神的爱 这就是在基督应许当中 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正如此 今天我们看 希伯来书12章2节的话语 我们只要唯独仰望基督就行 希伯来书12章2节 创世成中的耶稣基督 我们要仰望这一点 成为我们信心之主的就是谁啊 耶稣基督 而且他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让我们能够完全 让我们能完全的是谁呢 所以让我们的信心 创世成中的耶稣基督 我们要仰望他 一句话就是 基督24时 24个小时去想基督 赐给我们的应许是 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基督的应许 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是基督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永远的 第二点 持定基督应许的人 所有的生活 都会被成为证据 我们所有的人生都会成为证据 再次说明 这就是我们要持定的 证人的应许 永远的应许基督 拥有福音的我和各位 在基督里面的 我和各位的所有的人生 神会使用成为证据 所以在十路行传 一章八节说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就是 神会祝福我们 成为证人的应许 如果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话 那么一切全部都会成为证据 非常的确信 真的再次给你们说明 你们的失败 都会成为证据 成功也会成为证据 你失败也会成为证据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会成为证据 三周之前 大家讲过这样的话 只要在基督福音当中的话 一切全部都是应许 你们主要在基督的福音当中的话 一切全部都会成为证据 会被使用在救活人的事上 成为证据 所以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会被神树立成为证人的应许 第三点 通过我们结果呢 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证据 树立成为证人 通过我们救活所有的民族 国度 通过我们救活一切的民族 跟国家 就是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拥有基督 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神会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证据 结果救活一切的国家 一切的民族 正因如此 神在最后的复活信息当中 告诉我们 对我们所要 讲的内容 就是让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马太福音28章 18到20节说 去的万民当中 十万民做我的门徒 马可福音16章 15到20节说 要往普天下去 让他们成为门徒 十多情传 一章八节 知道这次做我的见证 这是复活的信息 这就是救活所有的民族 所有的国家 神赐给我们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这是我们要执定的应许 基督的应许 正人的应许 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执定这应许的人的子女 后代 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在这应许当中的子女 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未来 结果是什么呢 会被神托着前行 你们真的持定基督 持定 正人的应许 世界福音化的应许的话 那么你的未来 就被神带着前行 你们的家庭 产业 后代 都会被神托着前行 真的一定要持定这个应许 这是我们要持定的应许 在应许 对立当中的人 他要持的应许是什么呢 基督的应许 正人的应许 世界福音化的应许 持定这些应许的 我们所有的未来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被神带着走 第二点 我们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今天当中 我们是站在神 成就应许的对立当中 我们是在神 做工 对立当中的人 什么时候是在这个时代 是今天 我们在神的做工对立当中的人 持定应许的 我和各位 是在神要成就的 做工当中 站立的人 我和各位 是在神的对立当中 愿各位相信这一点 那么在本论第二点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各位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再怎么不足 结果我们是在打造着神的 做工 我们再怎么不足 缺乏 但是我和各位 是在这个时代 成就神话语的 应许对立当中的人 所以呢 神通过我们的一切 去打造神的做工 我们没有 我们缺乏 都没有关系 所以以赛亚 说六十章二十二节的话语说 至少的要成为千辈 那若小的要成为强国 还有哥林诺全书 一章二十七节 到三十一节的话语 结果怎么样呢 神选这世上愚拙的 选这些笨的 愚蠢的 好像无有的 反而是不足的 缺乏的 软弱的 神选这样的人 怎么样呢 打造神的作品 你们的不足缺乏 但是 对于打造神的作品当中 这不可能成为障碍 只是你们不足而已 但是呢 神 对于在神应许当中的人 会打造他们 成为神的作品 所以反而越软弱 越好 越不足越好 这个不是说 那么要不足 要去缺乏 而是什么意思呢 神会通过这一切 去打造神的作品 正因如此 那你们要怎么样呢 每天每天 要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只要真的集中于福音就行 分明通过你们的软弱不足 神会使用这一切 打造神的作品 正因如此 那么我呢 我们要每天每天 进入神的恩典当中 集中福音就可以 没有必要做别的 也没有什么可做的 只要集中福音就行 那么神就会拿着神 珍贵的福音要留下作品 所以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每天每一天 要进入恩典当中 集中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到 成就的祝福当中 自然而然形成的祝福 不是你们努力打造的 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祝福 所以 书琴传 一章八节说什么 做见证 神让你能够去做见证 很多的人说 啊我太缺乏 我很愚蠢 我不足 我该怎么办呢 不是的 如果你们在这个 允许当中的话 那么神 就会通过各位 去打造神的作品 正因如此 各位一定要铭记 你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各位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 各位是在 允许的对立当中 各位知道对立是吧 就是排好 对立是吧 然后这样子排队的 这个叫对立 对立 能够就是把这个单词 讲明的最清楚的 就是什么呢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共同体 对立呢 也就是可以说是 军队当中 首先要去做训练的 一个部分 就是怎么样的排队 排整齐 然后或者怎么样的 齐步走 如果你脱离 这个队伍的话 你就是完蛋了 对吧 这就是对立 重要的就是 神 让我和各位 在这个应许的对立当中 所以 各位一定要铭记 你不是独自一人 以利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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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下我一人了 不是的 你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 你们是在允许对立当中 你们有共同体 对吧 动物是什么样的呢 为了自己保护自己 他们会形成队伍一起全行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不会自己去寻觅食物 而是怎么样呢 像旷野也好 或者这样的荒野 动物它们常常会受到其他这些野兽的攻击 所以它们会怎么样呢 你们也知道鸟也是 动物也是 它们都是团队性的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本身 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神让我们在这样的队列队伍当中 那么这个队伍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基督的话 那么你就会相信 神打造我们通过基督 一切都会蒙到祝福 那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就是教会 在基督里面 应允祝福 能够享受这一切的共同体 神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队列当中 当你知道基督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开的眼目 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一部分 正因如此 所以很多有信仰生活的人 他们自己非常热心地过着信仰生活 但是却不知道教会的重要性 一起有信仰生活的这些圣徒 他们多么的珍贵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我认识了一个人 就是他非常热心地来教会 但是实际上 关于圣徒 这样的部分 互相的交往完全没有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交给我们的祷告什么呀 使徒信经的告白是吧 我信圣徒互相交通是不是 真的 在圣徒与圣徒互相之间的交通当中 交集当中 有非常重要的圣灵做工 所以对于出入教会的各位 一定要理解一点的就是教会的祝福 教会多少程度的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以佛所书三章 二十一节当中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教会里面 耶稣基督教会 同时一个平等的身份 讲述这样的内容 耶稣基督当中 然后呢 说什么呢 教会 是同时看这个两个部分 而且教会是多少程度的重要呢 看圣经当中 以佛所书四章 十二节 说的是什么呢 成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成为基督身体的教会 还有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成为 教会头的就是基督 成为教会头的是基督 把教会跟基督 在同一个水准看 然后说基督是教会的身体 然后又说基督是教会的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 《十二十一章》 二十八节的话语当中 保罗把以佛所的教会 长老叫过来 跟他们讲道 然后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说是以基督的保血 赎回来的教会 是拿着基督的保血 赎回的教会 你们每一个人 是因着基督的保血 所赎回来的圣殿 正如如此 我们教会是个 看得见的一个形体 是个教会 看得见的教会 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是基督又保血赎回来的 这样的圣徒聚在一起 这也是拿基督的保血赎回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不要 错失这一点 教会就是共同体 就是在允许对立当中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机关 这个机关就是教会 所以知道基督的人 一定要打开的眼目 就是关于教会的祝福 圣徒之间的交通 如果没有这一奥秘的话 在最后的时代 不知道这个奥秘 过人生的人有太多 教会里面可能会有矛盾 会有各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通过这一点 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重要的英语 是为了让我们去找到这些英语 并且重要的祝福 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面 去找到且去享受 各位不要因为教会受事 他要找到英语 实际重要的允许 在这个教会当中 是神身体的这个教会 我要得到的英语是什么呢 用主动名祝愿各位 你们找到这一点去享受 第三点 在这个允许的对立当中 有三个种类的祝福 三个种类关于教会的祝福 你们一生要去享受体验 要去找到的三个种类的 关于教会的祝福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人 你们一生要去体验 要找到的 要享受的就是关于教会的 三个种类的祝福 第一点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 我就是教会 你们相信吗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 我自身就是教会 所以圣经哥里多前书 三章十六的话 也说什么呢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同在的我就是教会 各位一定不要错失这一点 首先我们要找到的 关于教会的应允祝福 就是我是教会 而且是神同在的教会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 奴隶的时候 约瑟也没有关系 去牢房的约瑟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享受了神同在的祝福 因为他拥有了 是神身体教会这样的祝福 所以任何的状况都没有关系 大卫呢 他牧养父亲的羊 唱赞美 享受了同在的教会祝福 所以某一方面来说 教会的三个种类祝福当中 在允许对立的我 就是教会 神同在的我 就是教会 正因如此 路加福音 十七章二十一节 所以神的国领导 神的国教会 领导 神的国领导成为教会的我里面 这是我平生要去找到的 要享受的 关于教会的祝福 第二点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我是教会 那么在允许对立当中的我们 也是教会 把这个叫做以马内利 我们就是教会 马太福音十八章 十八节 到二十节的内容当中 两三人以我的名聚在一起 我也在他们其中 两三人 我们现在聚的这个本身 就是教会 我是教会 我们也是教会 就是以马内利 我们本身也就是教会 正因如此 在教会祝福成就的过程当中 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马太福音十二章 二十八节的话语当中 蒙住神的圣灵赶鬼 然后呢 黑暗被击溃 那就是神的国领导了 我们成为教会 所去的这个现场 就会成就这一切 某一方面来说 这是说 现场教会 也可以说是现场的地教会 两三人聚在一起的地方 拥有允许的各位 你们的现场就会 能够成就神的国 为此你们拿着允许去祷告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地教会 我的产业 我的事业 持人的允许 祷告神的国领导 那么这个就是地教会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是教会 第三点 在允许的对立当中 我是教会 在允许的对立当中 我们也是教会 那么在允许的对立当中的团队 也是教会 这就是世界教会 各位非常清楚 十诸行传十三章 一到三节的内容 五个多民族的人 成为一个团队 其中两个人被派为宣教士 两个人被派为宣教士 因为这个团队 所以发生了事情什么呢 有了罗马书十六章的 应允一工人被树立起来 罗马书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的 工人被树起来 把他们取了一个 外号叫做什么呢 秘密赶死队 把他们叫做圣洁的使将 把他们叫做 罗马书十六章的宣教士 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部分 重要的部分是 罗马书十六章的工人 是在允许的对立当中 成就团队的时候 享受的应允 救火世界教会的应允 三个种类教会的祝福 各位一生要去找到这一点 并且享受 我就是教会 我们就是教会 团队就是教会 结论 西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八节 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 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是与世界的层面 完全不一样 如果跟世界的层次 一样的话 没有办法救火世界 他们的阶段 他们的层次 是跟世界不一样的 他们的级别 是跟世界不一样的 他们是救火世界的人 他们是救火世界的人 西伯来书十一章当中 所有信心的前辈 所以他们是什么样 世界不配有的人 因为他们是救火世界的人 各位 是作为救火时代的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人树立的 各位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这是我们的本真 拥有允许的我和各位 在允许的对立当中 这就是我和各位的本真 所以各位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任何问题状况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允许的对立当中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我们真的要确认的就是 我们持人的允许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持人的允许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的允许 正人的允许 世界福音化的允许 持人这一允许的人 所有的未来 都是被神所拖着前行的 持人这一点的 教会被神所主管 正因为如此 重要的就是 在神允许的对立当中 战力的人 就会被神打造成为 神治功的人 你软弱不足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神要打造神的做工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每天每天进入N点当中 集中福音 而且各位一定要知道 绝对不是你独自一人 允许的各位 你们背后有非常多的 为你们加油助威的 今天我们所读的内容当中 后面就讲了 你们的背后有为你们加油助威的人 正如此 拿着这个部分 我们要平生享受 要去体验的就是 三个种类教会的祝福 我是教会 神与我同在的这个祝福 我们本身就是教会 要上上以马那里的祝福 我们的团队就是教会 因为这个团队是教会 所以树立了 罗马书十六章重要的工人 这样的人一句话说来是什么呀 他们是救活世上的人 他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是救活世界的人 在允许对立当中的我和各位 虽然我们不足缺乏 但是神却分明 让我们去救活这个世界 被神所引导 所以各位你们不是看这个世界 而是看上面的 为了救活世上 你们如果看这个世界 是没有办法救活的 正如如此 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我们要仰望上面的 只有仰望上面的 拿着上往上面的 才能够救活这个世界 成为这祝福的主角 用主的命 祝愿我和各位能够被神所使用 请教订阅 希望请教订阅